駐马来西亚台北经文处 与吉隆坡GMBB文创园区 共同设立的城市光点 台湾阅读空间日且开幕 邀请台湾霹雳布袋戏团 与马来西亚皮影戏登台演出 让大马民众欣赏不同文化的偶剧表演 那么我们交流的对象 还包括马来西亚著名的皮影戏的团队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文化的交流 来创造更多台湾的艺术家 或者说是文学家的一个合作 跟发展的空间 这是霹雳布袋戏首次登上大马舞台 除了经典的戏码之外 还有六位表演者带来精彩的 cosplay女人版布袋戏 文创园区表示 这场跨文化的偶剧交流 除了将大马传统的皮影戏 带上流行舞台 也让大马民众看到 台湾布袋戏融合民间技艺 和多媒体特效 打造成享誉国际的文创品牌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 感谢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让马来西亚民众有机会 在GNNV 欣赏到霹雳布袋戏的文创精神 主大马代表洪惠珠表示 阅读空间将陈列来自台湾各类型 约600多种图书和杂志 提供大马民众一个有文化温度 与人文内涵的场所 也推广台湾的独特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